謝謝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的關心 今天早上我跟江啟臣委員很榮幸來拜訪我們民眾黨 黃國昌委員總召以及民眾黨八位委員 民眾黨這個安排非常的貼心 先讓所有新聞界 大家拍照之後 新聞界離開我們閉門會議 結束之後再接受聯合採訪 這個安排既貼心又細膩 而且效果又卓著 我們在裡面溝通了國會的改革 在野黨未來能否大家聯手 滿足廣大台灣人民的需求 以及人民的期待 我們溝通了幾乎是無話不談 而且所有公眾的意見都說得非常的徹底 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 很多人都說密室協商好像有利益勾結 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當今的國民黨是在野 我們沒有任何資源 所以 我們只有無比的真誠 來跟民眾黨來交流意見 請各界 不要用負面的思維 來看 這一場良性又健康的拜會 期待 跟民眾黨八席立委 在未來立法院 新國會 新改革 新期待 我們能夠共同有更卓越的表現 滿足人民 對我們的期待 謝謝 市長想問一下說 今天跟民眾黨談合作 有想過會有今天嗎 今天民眾黨是主人 你們不問一下民眾黨嗎 現在黃國昌委 有發言 有情感上的交流嗎 剛剛還在報名一下 市長要不要 我不能講太多 非常感謝 今天韓國瑜準委員 以及江啟成委員 這兩位可以是 中國國民黨 目前國會的領袖 來台灣民眾黨拜訪 那如同 剛剛 國瑜委員所說的 這是一個非常健康 而良性的互動 絕對沒有外界所形容的 什麼私設行堂 或者是要密室協商交換 什麼樣的東西 最主要的 我們兩邊是 針對國會改革的理念 那以及未來 在國會當中 所有在野黨 能夠跟執政黨的立委 針對國會改革的議題 怎麼樣健康的 讓台灣的國會 能夠更進步 讓台灣的國會民主 能夠更符合國家 符合人民的期待 那再次的感謝 今天韓國瑜委員 跟江啟臣委員 來台灣民眾黨 跟我們黨團八位的成員 進行了非常良性 而且非常友善意見的交流 因為之前有人擔心 從外變成軍閥事件的2.0 你覺得今天有跟那個 變性的感覺差很多 沒有沒有 先去去 因為想太多了 2024年2月1號開始 我們十位立法委員 就是同班同學 若干年之後 我們有一天會離開立法院 回想這一段 既甜蜜 又緊張 又刺激 又幫老百姓滿足了很多需要 又帶動了國會的改革 真的是非常快的一件事情 我是抱持著 這樣子一個觀念來 真的是三觀正確 那也非常感謝 國昌兄 跟民眾黨的八位立委 也都同樣能夠接受這種感覺 這個很棒 謝謝 今天他國會改革 有談到單一 趙偉智這個部分 沒有 我們就談到國昌兄 前面所提的四項改革 大家互動共識 都非常的好 謝謝 那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好 那就 就差不多了吧 好 來 郭昌兄抱一下吧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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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各位是不是要接總招了 確定嗎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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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助自己的立場 不管是誰要求 閉門會見 藍綠白都沒有互信可言 台北高雄報道 沒有位置做的朋友你們就找一個舒服的地方 人數再度多到做不下 黃國昌辦小草見面會除了感謝也要停停支持者意見 因為民眾黨80立委準備準備進國會 黃國昌也在向藍綠抛考題 那當初這個複書招委啊 基本上在設計上面就是要弱化國會監督的力道 即先前四項國會改革承諾黃國昌在主張立法院委員會改為單一招委制 點出現行雙招委制使議程安排零碎 審查無法連貫更弱化委員會抗衡行政部門的能量 兩位招委甚至會搶牌法案鬧雙包 不過光是這屆藍綠立委就都有不同意見 這個制度如果通過的話反而變成大黨權拿 我真的覺得黃國昌就是一個披著民主的外衣 最後卻達成所有獨裁跟獨斷制度的一個人 直言雙招委制有必要性 由藍綠立委抨擊根本是為政黨利益 美國不能和台灣全然相比 但黃國昌也舉德國為例 譬如說像德國 德國的國會對於招委的席次 在各個政黨之間怎麼樣來加以分配 過去長久都有相當細緻的打論 單一招委制是否真的能夠增加立法院的效率 或者是會增加立法院的衝突 我相信必須要視未來國會運作的情況如何 我們才能進一步做討論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